Hello 大家好 我是Roy 歡迎來到Arena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R4.0簡單的版本 這個簡單的版本 我相信只要你是有Dramo的朋友 我相信你都一定可以做到的 我亦都會在今天的影片 分享一下機關的位置 大家就應該更加清楚 D4.0是怎樣運作的 OK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可以在頻道名字旁邊點擊訂閱 順便按旁邊的鈴鐺 選擇最上面的全部通知 這樣設置有新影片出 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支持 這就是我們這次R4.0簡單的版本 這個簡單的版本 就像剛才所說的 你有Dramo 你一定會切到的 它這個活動的方式 是一樣的 它有後擺 還有彈弓龍頭的功能 這裡也有AT 所以非常簡單 我相信所有新人 總之你有Dramo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它這個活動方式 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之前都是蓋蓋的 大家看得不清楚 現在就直接打開它 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這樣 這個 可能有人會問 它彈弓龍頭的時候 或者在後擺的時候 會不會撞到軚呢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如果仔細看 這裡有一個Nuts 我們就鎖住這個位 那這個Nuts 其實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頂住 大家這樣看 是不是有空位 頂住這條龍頭 即是這塊東西 是不會碰到軚的 OK 所以是會頂住它的 那麼呢 還有呢 當它擺動的時候 然後呢 這個浪姆都可以做到的 是什麼 譬如是 撞的時候 它下去 這個位置 就會卡住了這個浪姆的位 這樣就不會令到 我們的Roller 碰到軚 那你就可以 不用怕 車輪會撞到Roller 令到你的車輪的速度慢了 還有 你可能不同角度的撞擊 你也有辦法可以承受到 那麼 當然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速度 OK 再來呢 就是 我們這次 這個 是用膠圈的方式去綁住它 那麼這個綁住它 其實是有分的 這裡呢 我就用了13mm的膠圈 這裡呢 就有19mm的膠圈 不過呢 就做了兩圈 那麼這裡一圈 的意思呢 如果你不想這個 後擺的這個 這個 那個 緊的那個 程度呢 不是這樣緊的話 你就用13mm 這樣就綁一圈 就夠了 OK 那麼如果你想緊一點的話 這裡呢 就是19mm 綁兩圈 OK 如果你想再緊一點的話 就很簡單 13mm 綁兩圈 即是綁兩圈 這樣就更加緊了 OK 那麼這個呢 當然 就 depends on 你自己想要它 要它多緊 OK 那麼 這個呢 就是它活動的方式 那麼再來呢 就是什麼呢 如果是之前有看片的朋友呢 應該記得它這個System 這個System 有四種不同的模式 那麼 那麼 第一種模式 剛剛已經給大家看了 就是 又可以後擺 又可以做Slighting Damper 那麼 第二種模式呢 我們現在就說 是 只可以後擺 沒有得做這個彈弓龍頭 那麼 很簡單的 其實我們只需要一個Spacer 那麼 通常呢 你可以用3mm 不過這個呢 這裡呢 我用6mm 比較方便一點 其實大家看到這裡中間呢 有個洞在這裡的 OK 我們只需要把這個Space 塞進洞裡 OK 這樣 塞進去 OK 那麼當然啦 我們需要一個螺絲 那麼 如果你是真的用的時候 你可以在下面把螺絲 這樣鎖上來 然後上面呢 就鎖緊它 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這裡呢 我們只是示範而已 所以呢 我就這樣鎖下去就可以了 OK 這樣鎖下去 那麼呢 它就不會做Slighting OK 它就做不到彈弓龍頭的功能了 不過呢 它依然做到後擺 OK 依然都可以做到後擺 OK 所以呢 這個是第二種模式 那麼呢 第三種模式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就是剛剛是沒有Slighting 那麼我現在呢 我就不想要後擺了 後擺這個功能呢 我就不想要 那麼大家就可以看到這裡了 有個孔的 OK 那麼這個孔呢 一樣意思 不過呢 這個孔呢 我刮大了一點 抱歉 不夠大 那麼呢 我就會把 如果我需要的 我會把它再刮大一點 就會做到好像剛才那樣的意思 就是剛剛好 夠擺一個Spacer 這樣 不過這裡呢 因為我還沒做大它 所以呢 我用螺絲來代替 OK 我用螺絲來代替 那麼呢 就這樣刮下去之後呢 這樣就可以看到呢 它只做到Slighting 但是呢 它又做不到後擺了 OK 那麼最後一種模式呢 就是把這個 和中間這個位置呢 就全部都鎖緊它 那麼呢 它就變成一個硬的設置 那麼呢 其實這個設置 即這個System 本身的想法就是 希望那些人 就可以 Depends on 你遇到的Track 需要怎樣的設定 那麼呢 你就有得選擇 那麼我喜歡有得選擇 還有有時候 我覺得出去比賽 或者出去玩的時候 遇到不同的鬼呢 那麼你要做不同的setup 有時候是很煩的 所以呢 那時候一開始想 這個setup的時候就是 啊 有沒有什麼setup 可以一個 又可以改 又可以這樣 又可以那樣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有了今天這個Rs 4.0 OK 那麼一會兒呢 我們就會把它拆出來 那麼呢 我就會給大家看看 這個這樣的setup 大概是多重 OK OK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4.0 它的重量 究竟是多重 那麼當然 這裡呢 我要先說明 這個是未完成版的 那麼當完成版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 試了出來 看看它現在多重 那麼到時候 完整版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再拿 完整版和今次這個數據呢 去做一個對比 看看 那個重量是相差多遠的 OK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OK 8.23 OK 到時候呢 我們有新的完整版出來的時候呢 看看 重量是相差多遠的 OK 那麼我相信呢 現在就 大家應該對這個RX 4.0 就有些認識了 那麼它怎麼動啊 或者是 有多重啊 一些東西 大家應該現在都知道了 那麼呢 但是現在呢 其實這個簡單版本呢 其實我現在就等 等著我的 micro millimachine 到了 之後 我就可以做一個 彈弓的版本了 因為其實 為什麼現在不做呢 首先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已經把所有的物料 全部用廢 即是全部變廢料了 我已經沒有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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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一路 就等著 拿了這個 micro millimachine 之後呢 就可以著手 去製作這個 彈弓版本的 4.0 那 後面的版本呢 其實我之前 已經嘗試了 去進行這個 設計的 因為雖然 前後的擺動模式 是一樣的 但是 安裝的方式 和位置 是完全不同的 就 有一點 少少出入 所以都需要一些時間 去 去想一下 怎樣 擺 因為我是比較蠢 一點的 我不是好像很多 很多 高級的玩家 那樣 可能 懂得畫圖 我不會的 我全部 我是用最蠢的方式 用手 去試 一直試到成功為止 所以我才 用了最蠢的方法 沒有辦法 蠢人一個 沒有辦法 這些 不過 我相信 我終有一天 是可以遲到出來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原因 為何我買了這個 Micro Minute Machine 因為我希望 可以減少 我這個 出錯的機率 所以 希望 遲些 可以做出一個 很完整的版本 給大家看 OK 當然 如果你是對這個 簡單版本的 4.0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我想看看這個4.0 是怎樣做的 那 如果是 不管是 中 國語 普通話 英文 這三種 影片 按LIKE 的數目 是可以 回答到 300個人的話 那 我相信 這個應該不是很大要求 我就可以 想想 OK 那我就可以 做一個 怎樣做這個 4.0的 影片出來 給大家看 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